95度酒精怎么稀释75度 取100毫升95度酒精 因为95除以0.75等于126.67 则需要加126.67毫升的水加入酒精中 就配成了75度酒精 酒精稀释就是把高浓度的酒精加入一定体积水后 配置成低浓度酒精的过程 日常生活中 常见一些人用医用酒精来擦洗伤口 以达到灭菌消毒的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药店买到的酒精有75%和95%两种浓度 75%的酒精可用于消毒 95%的则只用于擦拭紫外线等 酒精分子具有很强的渗透力 能穿过细菌表面的膜 进入细菌内部 使构成细菌生命基础的蛋白质凝固 将细菌杀死 不要长时间用75%的酒精消毒 因为同种消毒夜长时间的运用 可能会造成菌体对此的耐抗性 因而减低甚至失去灭菌的效果